有没有永恩的说法 虽然我知道SoloQ的花火比较多 但是你面对T0 就是你不能继续选奎桑提吧 不好吧 这局前三局就大家都奎桑提吗 太冷了 这前三局左边都奎桑提啊 我觉得可能跟队内的这个战术也有关系 就是因为你下路选了维鲁斯嘛 就是要保下半局打的 波比好像还真能选 这剩下 就看到一滴剩下这三首选出来 波比的坚定风采 很好用 而且还有点就是等到打一些资源团的时候 它这个世卫的裁决 先把你打野锤走再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EDG 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前后排分明战 对 哇 感觉有点要出事 压得很凶 而且Q就能用过了 直接闪现必动 好刁钻的角度 一斜给到阿几 其实是想让给Rookie的 但是被红buff烫死了 得避其一下风嘛 呃 在 这个蓝 诶 看到了 已经有人蹲在这儿了 是余震的 余震震下感觉打得过 但是没有红buff 不能打到底 卢米先到 中 中的话 现在也是已经过来了 沙皇 但是卢米打这种遭遇战 很弱呀 对方是硬服 感觉真的不能碰 有点碰不了 你是不敢一到前面去点的 直接主动一挂个点火 好像有机会 但是哎 这边蓝buff给回了一口 好像 王kei没死了 但是Live的话 现在是被后面 怎么就挂了 哦 没办法 这边要回头吗 波特一个直接 逆上去滑滑两下 先拿下人头 闪现 哎 一发平A没杀兵 怎么办 再给一个Q 把人头拿下 这还是一个卢米的问题吧 就是 但是这个双人组没打选线 应该不敢打 后方是有monkey的 自己吃一个勾 但是两边在拉扯 哎 波特一个还没到 波特一个有两发平A 但是出发余震了之后 QAA 直接拿下人头 交了一个闪现的代价 红buff还可以继续连Live 哎 Live这里好像有点难走了 完了要被月 选量越低要被月 而且被卡这个塔的边上了 Winpire绕了一圈 才回到塔下 哎 小窗 打下来了 删机之波 感觉感觉有点低没闪呀 就是前面那个闪现的伏笔 对 所以说还得看ID啊 一上来闪点点 但得走位躲一下 狗狗出动行道 还是勾到了 一个被动拍一下 点燃挂给了Live 但是波特一个自己的血线 也太低了 也被挂了点燃 一个Q点点 卓的话也只能往后走了 也扛不住了 火包飞机往后面稍微阻断一下 这个槽里面是有眼的 有视野 波特一个Q点点 先收掉一个泰坦 Live站6了 Live而且他的致命节奏也点满了 但是阿丁应该是能把Live收掉 对 走不了 走不了 普通的槽里面 但是他在一个很怪的槽里面 在一个很高端的槽里面 没有视野 先屁都上下 下线调整角度 但是这边因为你6没有到6级 没有办法帮多这个解这个甩局 多这个只能先刷一套回撤了 就这一步 看一下刚刚的下路 是上路的单杀 这怎么就单杀了 Q3铲回来 哦 调整了一个角度 哦 哎呦 那这就没办法 就主要奎桑基手里面有W的情况下 Monkey甩局已经赚好了 像卡博士也抓Rookie Rookie在探这个肚层有闪现 看一下怎么反应 直接摁吃吗 发条不在 带大招推好冷静的处理 这上一波其实在下路打那个小团战的时候 先看一下这一波身上洗礼 先耗一下血 腐败锁链定到了 但是距离有点远 而且Rookie也在侧面 哦呦 极限局也收通行道 勾到 人头直接是未给了Fisher 两个人蹲草天脸了 眼看草 那这样的话感觉要出事了呀 现在卢仙的爆发太高了 力夫的伤害好像是不可同志而语 以后那个先去收掉了一个泰坦之后 这样的话力夫也是独目难知 但是挂了几段有一个治疗 卓治疗把风队和血量抬起来了 相信有印象的观众应该记得NIP是把武器搬了的 虽然前面排位有练很多 但是山姬他在排位中的胜率是对半开 再加上他下机赛没用过 阴影视野甩局 很多的贾克斯 但是因为他下机赛一场都没有用过 其实也是最近加级练的 对 熟练度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 就现在已经五分熟了啊 呃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前期的对象 伤害应该不太够 有如先 如先都来 走好 但是反手拉个冲击波能秒吗 呃 换不掉 看一下阿几这个爱口 阿几自己可能有点难过来啊 武器皮皮下边的一个绕后眼 先给一个大招 哎 但是直接被葵藏体抵抗了 很聪明 那武器过来反包是没有空间的 因为他装备的有点太差了 直接闭动 闭动的是维鲁斯 力夫要被秒了 力夫交了一个闪现 之后还在往外拉扯 撕血锁下来 山姬在后面一个人拖着五个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伤害 没有能收掉力夫 力夫撕血锁住之后 EDG又可以再往前推进 继续看这条小龙 阿几这个血线感觉不太行啊 小龙只能给EDG了 NIP这波必须得撤 还是只能说就是 诶 等一下 诶 想推 推了一个飞事 飞着回来 但是差一点点伤害 哦 杀了杀了 有一个点火 对 我感觉取杆一下吧 就追 就追 减速的 W再晕一下 那这样的话 Rookie怎么说 Rookie现在手里是没大没闪的 没得说 没有操作的空间 流沙一行走一下 但是没办法 也到冰堆里了 诶 勾到了 VOLTIC 但是第一时间 VOLTIC没吃太多伤害啊 感觉可以继续往后面拉扯 主要是这个野斧着实没伤害 帮队友把侧面视野打开 但是看到山姬是在中右草的一个位置 想去打绕后的 诶 给了个W 给机会了 VOLTIC 被拉回 瞬间被秒 那山姬怎么办 大王大王 但是有一颗 红色帮的现眼啊 可以看到EDG如果要过来帮 诶 上方在后面立了个塔 诶 打火尾 诶 山姬来了找利物 在山姬面上 利物怎么在这儿啊 要被单切了 利物有闪现 看下能不能有机会能换 判山姬直接闪现在跟上 而正面的战场 菲舍先倒了 没错 扛着很高的伤害 VOLTIC还在某某处处 但是另一边回头 低下入正面战场 先解决掉了对方的人员 但是后续自己也走不掉了 沙皇在中 他往下路那个地方走 他其实不太有地方能走 他如果直接从中路 他跟队友走啊 就抱一起感觉 就是我觉得 他没有看到这个TP 我能理解 但是你要跟队友走呀 这个倒是 但他其实到正面的话 有可能会被禁军之上推三四个 老师我家子涵怎么在那个位置 老师以后这种 背后有个太阳圆盘的团战 我家子涵就不打完了 我觉得这回 双方顶到了阿K 阿K又开始一拖舞 被牌回来了 好像要直接白给 但是还好那光披风 赶紧闪现拉一下 队友还能接 但是阿K这个血量 应该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 没有果子给他吃 他顶多到最后去拼一下扯 圣枪洗礼 早上还可以 现在慢慢能扫得动这个ZLQ 山姬又在绕 他想绕Live Live Live这边是没大招的 直接当着四个人的面前 Live吧 有精神 还在拖时间 队友先把龙拿了 把张捶走两个 但是武器也阵亡了 Live的血量 靠 入你野区 当着你的面反你野 魁桑鞋也有 W是被尖利风台给挡掉了 朱妹这个位置稍微也有点危险 反手甩一个局 赶快跑 来来刷得刷个两分多钟吧 三分钟 如果能吃很多兵的话 来看一下这波回放啊 视野是阴影的 SoloQ 让自己可能比较肉 然后赶点探草 对他知道里面有人啊 而且第一先看到自己的兄弟 被敌的也不是特别远 但没想到对方这么多人 直接给他all in 然后给你拉开阵室 然后就去打 看到Live的位置了 山姬蠢蠢欲动 又要贴Live的脸了 没有人保他吗 上来再挂一个护盾 但是山姬又在单切 直接把Live打到半血 霍瑶美德还在回 但是上来一个精确的必动 Live再交一个闪现 他真的没有输出环境 所有人都在保他 再挂一个护盾 终于把波比解决 但是自己也是私信 如可以给一个精军之强 但是第一边闪现上来 还有机会再切 山姬又换掉了正面的发条 还可以再往前追 就先切这个Live 又是他 山姬拿下了Live的人头 宣告这一场团战 直接由红色帮获得胜利 在人回藏地震亡了 回藏地还有机会投资吗 有机会投资 但是很可惜 反击封包捏在手里 一波兵一波兵送嘛 对等山姬再回城补给一波 有青龙刀了 还有TP能到正面 没捶到人 弯板 是个机会 大招先动 动的是VOTIC VOTIC又被冲击波拉回来了 再被K3查回来 给机会了 如先倒地 VOTIC这一把 有两波比较大的失误 两边在对拆 山姬的话 但是在上面是被法条给单防 过来撞了一头 蓝色帮再交TP 如可以被吓出来了一个大 吓出来一个闪 捏出事 嗯 还是啥 过来上钩吗 呃 讲道理这个大招被带了 有人又在绕了 不好说了 闪接 闪接 又在一个鬼鬼祟祟的地方 闪现出来 又是一个位置 又有精神 但是这波他没有切到力 幅 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 RK先捶走一个前排 VONKE已经扛不住了 这个路线的伤害 有点高 走走 还可以转下 没塔没办法 但下面的话 还是要尽量守一下 海山走 哎呦好能扛啊 SOLUK 有点硬 你说刚刚其实 武器从F6跳出来的那波 他没有切到力 尝试一勾没有勾到 大龙马上已经刷新了 上来 接着B说RK的一个金身 两个大都空了 好像是个机会 全都两个 先给了沙皇 但是力夫因为没有前排了 不敢往前输出 下方的小窗口也打得起来 但是山姬这波很凶啊 他就 他就想留住鬼葬体 不让他踢 正面也打 WP直接被削成残血 这个胜降心力真的有点疼 凡手给一个深海冲击之后 自己得撤退了 那这样的话 大龙又落入到了NIP的手中了 是TP到上路的 齐巨手 推塔速度非常快 RUKI攻速 加满的 SOLUKI有一个人在前面 能扛得住吗 顶过来 反击风暴 箭矢开始了 但这边一个勾子 是被监定风台给挡住了 两边把进行而外拉开 RUKI这一推 推回了两个人 那这样的话 力夫的春哥已经被打出来了 感觉成了一编导知识 HOTIC完美的输出空间 没有人可以管他 再跳 这一勾 勾到又如何 谢谢你勾过来 让我击杀你 只剩非事了 又被反击风暴追上 没了 这个BG虽然没睡眠到 但也无力回天 TRIPLE Q 还有没有第四杀 SOLU Q 顶在前面 护盾也已经触发了 人头是谁了 看一下 这个时间是否有点太长 有没有夸张Q 不重要了 反正点击点 让我们恭喜到红色方 还请看 这下集出来 好 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